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熱點互動 今天是3月13號 星期五 本週大陸媒體的一篇報導 發哨子的人在遭到刪除之後 網民用十幾種不同的方式進行接力傳播 微微奇觀 外媒說 這是繼林文亮之死 中共官員要求武漢人民感謝之後的第三次輿論風暴 另一方面 中共在國際上持續推行另類的疫情故事 週四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文上稱 疫情可能是由美國軍人帶到武漢的 引發軒然大波 那麼為什麼中共要不遺疑慮地去刪除一篇文章 那麼這個趙立堅的推文是否意味著中共信息戰的升級 今晚我們請來兩位嘉賓 一起來討論這些問題 一位是在現場的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先生 唐靖遠先生您好 周深好 大家好 好的 謝謝 那麼還有一位是通過skype和我們連線的 大家熟悉的眾人家陳破空先生 破空先生您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好的 謝謝二位 好 那今天晚上呢 主要想跟大家先來談一談這個 這一週引發熱議的這個吹哨子 發哨子的人這樣一篇文章 我想先請唐靖遠先生談一下 就是這篇文章呢 就是可以說引發的這個一種 我不能說貓舟老鼠 但是一種輿論的對抗的這種風波 那網友呢用十幾種方式 真的是讓人探文觀止 包括什麼甲骨文啊 還有什麼星球大戰版也進去了啊 就是非常罕見在中國網絡上也有這樣的一個網民和網警之間的對抗 您怎麼看這個事情 您覺得這個事情說明了什麼呢 首先我覺得這個事情它其實剛好印證了中國過去一句古話叫做防民之口勝於防川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都知道在對這個自古以來對這個老百姓這個言論這方面 其實你都知道它這個道理 你越堵塞 其實是最後後果是越嚴重的 因為這個吹哨人這篇文章這個事件 我覺得他和之前李文亮這個之死 其實是有一個前後聯繫的 就是說李文亮之死當初就引發了一次這個輿論的海嘯 是吧 可以這麼說 其實那個時候很快就被這個風貼啊 這個山號啊什麼的 全部就把它給鎮壓下去了 但是其實你會發現民眾的這種憤怒 就是民眾對你這種封殺言論自由的這種憤怒 它其實並沒有消失 它其實是羈押在那了 那麼在一個合適的這樣的一個時間 一個合適的時機的時候 它還會再次爆發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看到這個吹哨人這個事件 一下子會成為一個現象級的 這麼一個就是令人驚訝的一個現象 因為就是李文亮之死啊 這個事情本身它其實那個余波一直都在的 我們知道李文亮他不是他在微博上面 他其實已經死了很長時間了 可以說 但是非常奇特的一個現象就是李文亮在微博上面留下的最後一條微博 到現在都還有不斷的有人在那去留言 就是把當成他好像還是活著的一樣 對 一個紀念一樣 每天都還跟他說話 每天跟他問好 然後這個積累已經到什麼程度了 已經到了59萬條 這個留言已經到這種程度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現象其實它和這個吹哨人這個現象 其實它是一個一前一後的 相當於是一個後效應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都知道李文亮也好 包括這個吹哨人裡面提到那個艾芬 是吧 這個醫生 對 沒錯 他就是發哨子的人 發哨子的人 對 就是他們倆其實本來都只是普通人 他們不管是發哨也好 還是吹哨也好 他這種行為只不過是做出了一個普通的正常人 在正常情況下會做出的一個舉動 一個反應 就是告訴了自己的親朋好友 一個同事 其實嚴格意義上說他們還算不上是一種那種什麼力挽狂瀾這樣的一個英雄 但是他們這樣的行為 在現在已經都被視為是一種當成一種英雄一樣的來紀念 是吧 已經有人在形容說李文亮這個微博這59萬條這個留言 適宜到網上的枯墻 是這麼來形容 它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現象了 其實可以這麼說 所以我覺得它在背後體現出了一個最突出的一個問題 就是民眾已經在把他們當成這個英雄來紀念的時候 它其實反過來說明 一種非常普通的正常的行為居然都會成為一種英雄行為的時候 它說明什麼 恰恰說明這個社會的這種扭曲的程度 已經遠遠超過人的一個正常生活的這個底線了 我覺得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一個就是 李文亮 就是這個艾芬這個吹哨人 發哨人這件這個事情 是吧 被 像剛才你說的 他被實際 其實不止實際種啦 已經是 起碼是幾十種這樣的形式傳播 就被形容為是一種 史詩級的這種現象 這種傳播的現象 它背後體現出來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就是 突然在某個一瞬間會發現大量的民眾這些網民 他們形成了一種高度的默契 他們以一種高度的默契來做這種竭力的傳播 這種行為其實恰恰是中共最害怕的 因為中共最怕的就是民眾這種 因為它是自發的 其實沒有誰來組織 誰來當頭什麼的 但是它卻自發的出現了 這樣一個像噴發一樣的這種現象 那麼中共對中共來說 就是這種自發的高度默契的 而且又是一種對抗性的行為 我們為什麼說它是一個對抗性的行為 就是我們都知道 就像你剛才也提到 是吧 它這個很多的轉發 轉發把它製作成什麼 甲骨文啊 製作成什麼 還有什麼摩爾斯電碼啊等等 其實對絕大多數人來說 它其實根本就是看不明白的 看不懂的 但是這個已經不重要了 就是所有參與這件事情的人 他們已經都知道 這個就是能不能讓人看明白這篇文章的內容 已經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麼 我一定要把這個文章這件事情 我的聲音一定要發出去 它是一種姿態 對 它其實是一種非常強烈的對抗的姿態 你越要刪 不讓我發聲 我就一定要發出聲音 它其實就是已經 它的意義是在這兒了 它已經不在乎這個文章究竟能不能被人看懂 這個本身 就是文章內容本身的傳播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要把聲音發出去 是這一點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它背後其實說明一個非常關鍵的東西 就是官民之間其實是一種不可調和的這個矛盾的對立 它並不是官方媒體所說的什麼 它是一種行為藝術 沒有這麼多的人會有這樣的 在這種時刻 用這種危機生命 這麼多人死了 這麼多家破人亡 拿這件事情來好像當成一種賢情意志一樣 來作為一種行為藝術來表現的 沒有人會這樣做的 他們這樣做其實就是處於一種最根本的官民對立的 不可調和的這樣一個矛盾 所以在這樣一種情況下 我們看到中共官方這種應對 它也是一方面在國內就拼命的 就是不停的刪 對抗嘛 另一方面 然後就是轉移這個矛盾的焦點 把這個焦點轉移到國外去 像我們看到的現在的 比如說拼命的就開始煽動 把這個病毒來源 這些責任往海外去進行轉移 對 我看到的是這麼兩點 是 那瘋瘋先生 就是也請您來談一談這個現象 因為我看到網上也有人說 說我就是要看這麼一篇文章而已 然後就是轉發一篇文章而已 就是一篇講真話的文章 都要這麼前撲後繼的這樣的去看 那我看到崔永遠有一句話 他說不就是一篇文章嗎 結果你把它封成了一本聖經 您怎麼看這樣一個現象 這個就是在短時間內 這個其實是第三曲輿論風暴 那這是不是就像許章任教授所說的 真的是憤怒的人民已經不再恐懼了呢 這個說明了兩點 一是民意 二是能量 說明意就是中共通過操縱水軍 網軍 五毛黨 自乾五小粉紅 形成了一個虛假的民意 就好像中國的民意跟中國共產黨綁在一起 跟所謂的黨中央綁在一起形成了所謂的萬眾一心 這是中共官方媒體 官方的網站到處所呈現的東西 但是這個發燒紙的人物雜誌所刊登這個文章 被中共刪除之後 網民卻整體的行動對中共說不 體現了一種真實的民意 真實的民意就民意的主流是跟中共作對的 他們要了解真相 他們不相信中共的宣傳 所以這個網民的集體的發酵 億萬網民 千萬網民的行動 證明了真正的民意所在 一下挫穿了中共的謊言 另外一個就是能量 我們知道中共封網是世界首屈一指的 沒有一個世界上的網絡 有中共封得這麼嚴 嚴密的封鎖 然後無數的敏感詞 特定詞 限制詞 過濾 下架等等 封鎖的這麼嚴 但是現在這些網民 千萬網民 通過了各種竭力賽的方式壓倒了中共 他們通過16種以上的文字 什麼甲骨文 反文 正文 反體 甚至亂碼 措字 還有其他的文字 比如日語 德語 韓語 甚至越南語等等 通過這些文字 保存了16種版本以上 跟中共做竭力賽 最終中共是敗了 也就是說中共的防火牆神話被戳穿了 這個防火牆並不是萬能的 並不是無所不能的 只要網民能夠萬眾一心 能夠通過竭力賽的方式 這個互聯網的封鎖長城是可以推翻 可以戳破 可以找到它縫隙和漏洞 所以這次中國的網民就做了勇敢的嘗試 而這已經是第三波民意的喊嘯 中共已經承認前兩波的民意海嘯是個李文亮一聲 形成了這個輿情發酵 而中共的網信辦24小時跟蹤 所以是一個重大的網絡事件 之後就是這個中共新任的武漢市委書記王忠霖 所發起的所謂感恩教育 要大家感恩總書記 感恩共產黨 結果出來之後又引起了輿論發酵 排山倒海的譴責 之後不得不趕緊下架刪除 那麼這第三波運的導向就是力挺艾芬 力挺這篇文章 留下這篇文章 留下一個史詩般的文章 然後據說現在連最先進的區塊鏈都已經以永久方式 不能改變的方式留下了這個文章 就逐漸中國14億人民真正的民意 民心所在 好的 謝謝潘工先生 那唐先生也請您談一談 就是剛才我也提到了 有人就說不知道是不是崔永元說的 就是不就是一篇文章嘛 你把它刪成的聖經一樣的 就是為什麼中共要不遺餘力的去刪這麼一篇文章 到底這篇文章什麼內容它觸動了中共的底線或者紅線 對 這篇文章其實我覺得它的確是涉及到一些比較敏感的內容 在我看它最主要涉及到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關於醫務人員的感染 其實這篇文章它裡面透露出來 就是這個武漢市中心醫院 它說的是已經有四個就是已經犧牲的 是吧 症狡了的 然後還有四個現在是危重的 同時被感染的醫務人員是已經達到200多 就是可以說是武漢市所有醫院裡面是最嚴重的 那麼它裡面其實有一個比較關鍵的信息 就是醫務人員的感染 是至少這個武漢市中心醫院是在1月份的上旬 就已經出現了 那麼我們都知道醫務人員的感染 本身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就是可以人傳人的這個指標 那麼它就其實客觀上它證明官方 在這個有嚴重的瞞報的行為 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這個比較敏感的這種事 叫這個艾芬 這個艾芬它自己說嘛 它被這個領導叫去是吧 非常嚴厲的對它進行訓斥 然後就是威脅它 甚至給它扣了很多罪名 說它是什麼破壞武漢的這個安定團結 大好局面的罪人等等 這些罪帽子都給它扣上了 就完全是文革的那套 弄得它就是壓力非常大 所以它後來它說了一句話就很有名嘛 它說要是我早知道是今天這個局面的話 它說這個老字到處說 當然這句話其實是一句比較激憤的 這樣的一個語言 但是我覺得就是它其實從另一個側面 它反映出來一個東西 就是對這次武漢疫情的這種隱瞞和打壓 它是系統性的 是來自於行政力量的這種干預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其實看到不光是這一篇報導 在此之前前面就是像財新網啊 財經雜誌等等 都有發表過一系列的 已經好幾篇了這樣的一些報導 很多都已經被刪除掉了 他們都涉及到很多就是這一次瞞報的 這個真實的內心 對 就是在這個關鍵的疫情 就是黃金期啊 就是疫情剛剛爆發出來 在前面這一個月左右的 這個最黃金的時間裡面 出現了嚴重的瞞報 比如說這個就是在那個武漢市中西結合醫院的 那個張季先這個醫生 這個也是被報導披露出來的 他其實是在12月的26號 去年12月26號就已經接待過一次性同一天 一家三口人同時來看病 一家三口人都是一樣的症狀 那就是人稱人嘛 所以他就說 他就憑他多年醫生的這個經驗 他第一感覺 這已經就是可以有人傳了 這個是一個非常明顯的跡象 然後還有一個我們看 就是有這樣的媒體報導出 就是說這個中國的CDC 不是有個內部開一個會議嗎 還把那個照片放出來 那照片裡面就是顯示 統計了一下武漢市醫護人員感染的情況 那張照片裡面顯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武漢市第一醫院的醫生 第一個最早的被感染的是在12月27號 所以我們看剛才提到張基先說的這個例子是在26號 那麼27號就已經出現了最早的發現了 這個醫護人員感染的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可以肯定說武漢市的衛健委 這些情況他們其實在去年底就是12月份之內 他們已經就掌握到這個病有人傳染的這個證據了 其實這已經是有證據了 但是他們一直隱瞞 隱瞞到了什麼時間 隱瞞到了1月20號 就是到中南山來開會宣布為止 這個是第一個重要的這個就是內情 那麼另外一個我們看見剛剛才這個就是南華早報有發布的 對 最新的文章 最新的文章 他說他們是從這個政府內部拿到的一份文件 我覺得這篇報導披露出的內情是更加觸目驚心 可以這麼說嗎? 因為它裡面有提到幾個重要的數據 我就簡單說一下 首先第一個他提到的是真正的他們發現的這個第一例的這個病人 根據政府內部這份文件是在去年的11月份就已經出現了 而不是這個還不是那個柳葉刀論文所說的那個12月1號 還在那之前更早 而且是在去年的11月份 他們就已經報告了有至少9例病例 9個病例 男的是4個5個是女的 這9個病例他們都沒有能夠確認到他究竟哪一個是屬於0號病人 而且在去年12月的17號開始起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他們已經就有不斷的有這個新的病人進行報告 對 每天都有病例的這個出現 他們在已經在記錄 他們的記錄的這個一個突變是去年的12月17號就開始出現 什麼意思? 從去年12月17號開始起就出現兩位數的突變 就是每天都是增加一兩位數 在此之前每天是一位數 各位數來增加的 從12月的17號開始起就贏兩位數 兩位數這樣增加 這是非常快的速度 但是我們看見的是官方居然就是在這個 就是武漢市在去年12月底31號 武漢衛健委是吧 剛剛公佈這個事情的時候都還是說這個事情是這個瘟疫史可防可控 其實他當時武漢官方公佈的數據說只有27例 這個不明肺炎是這麼來說的 但是根據這個南華早報這篇報導 在去年12月 在去年就今年的1月1號元旦這天的時候 其實官方有記錄的這份文件 收到的病例已經是381人 是他好像12月31日是200多人 那1月1號就已經變成381人 而且到了1月就是17號 我們知道武漢就是武漢市官方的這個衛健委發布的這個通報 還是說是被感染確診的病例只有41例 那麼我們都知道剛才提到 在1月1號的時候其實官方記錄已經達到381 那麼在1月17號已經又過去了半個月 人數增長到了多少其實是不難想像的 那個時候他們居然公佈出來的數字只有41例 一直41例好幾天 縮水了10倍以上 你可以看到它縮水了這麼多 而且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 也是被這個大陸的媒體他們自己披露出來的 由於這個官方在初期的時候 給武漢醫生發布了這個診療手冊 裡面有兩個版本 一個白皮書一個綠皮書 他們醫生是按照白皮書去指釋的 這個白皮書裡面就定下的一條非常嚴厲的標準 就是要被確診的病例必須有華南海鮮市場的接觸史 就是這一條 那麼它其實相當於把所有的這些 就是跟這個華南海鮮市場其實沒有關係 大多數病例 尤其到後期已經跟海鮮市場沒有關係了 全部就都被把它們排除出去了 所以它帶來一個直接的後果就是什麼呢 這是武漢市衛健委下發的這個白皮書 那麼武漢市衛健委它其實是聽命於湖北省衛健委的 所以我們就完全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而且是這個衛健委系統在 而且是國家衛健委在這個1月3號的時候 還發布了一個三號文 就是說要求所有這些搞基因測序的這些公司 全部都要銷毀他們的樣本 這個我們以前做節目談到過這個問題 對吧 它只能有指定的機構來做這個基因的這個檢測 那麼這個也是由衛健委系統下發的 所以我們就從這兩邊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 這個瞞報它其實是中央級別的瞞報 而且是由國家行政力量 CDC其實屬於國家機構 它是以國家機構的這種行政力量來干預的 是出自於中央級別的這個瞞報 它是系統的 所以它其實就是一個系統的國家政府的行為 它絕對不是哪一個個別的官員什麼這個 就是說失職啊或者是獨職等等 它不是這麼一個概念 好的 那彭先生也請您談一下 一個就是說對於這個越來越多的這個報道 揭示出早期疫情隱瞞的這個內幕的情況 那個您怎麼看 因為中共方面是基本上從來不承認自己在早期有這樣大的責任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們看到說他不但不承認早期的責任 他現在還在製造另外一種故事 就是把它自己製造成這個全球抗疫的領導 那麼最新的這個事件就是說 昨天在這個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通過推特 發出了這個一個一個他的這個指稱 他指控說是有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武漢的 那這個事情引發了軒然大波 您怎麼看這兩方面不同的這樣一個操作呢 這個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這個人上來就不同尋常 他是帶著特殊任務來的 那麼當然應該說他說這樣的話呢 其他的發言人還不肯說 所以就安排他當犯人來說 那麼其他犯人像耿爽跟那個花春瑩 連這種話都不敢說 他敢說他怎麼說呢 他說是這個他抓住了美國一場公聽會的其中一句話 斷章起義 所以這個公開聽證會是這個 由國家疾控中心的主任面對議員的質問 在美國這種公開聽證會都是火藥味十足的 那麼民意代表面對官員都是要這個尖銳的提問 一直讓官員無所躲藏 這個可以說雞蛋裡挑骨頭 那麼其中就有一句話說 就問到說有些表面上看來死於流感的人 是否實際上死於新型冠狀病毒 那麼這位疾控中心的主任就回答說 一些病例確診是如此 但是他說的是顯然是指現在是進行事 並不是說的過去的事情 也就是說目前正在美國發作的新型冠狀病毒 來自於中國的新型冠狀病毒 在美國正在擴散 在這個過程之中 美國的方法是先有人去報告了病例之後 先測是不是流感 如果不是流感再測新型冠狀病毒 在這個程序 在過程中有可能有少量的例子 個別的例子發生了誤會 這有可能 這個趙立堅就拿著這個文章 這句話做文章說 他說打了個現行 然後連續發出一系列質問 說美國的零號病人究竟是什麼 感染了多少人 醫院的名字是什麼 然後就說可能 他用了個可能兩個字 可能是美軍把這個病毒帶到了武漢 然後又說這個美國應該要 美國要透明 美國要公開數據 美國欠這個中國一個解釋 或欠世界一個解釋 他這番話中間那句話是主要的 中間的話指的是去年10月份 軍運會在武漢召開 10月18號到10月27號 召開的時候 有100多國家的人來 有9000多個代表 如果說那個時候 有新型冠狀病毒的發生的話 那麼當時與會的代表 與會的這些代表 各國的都會報得出案例來 沒有任何人報出這樣的病例 那麼當時已經被南方周末所證明的 有5名外籍人員得了病 在這個武漢的金營壇醫院 院長都說了得的是劣劑 而不是其他 這個在2月下旬已經有了說法 那麼實際上 趙立堅在說這個事實而廢的時候 他掩蓋了去年10月份之前 中國所發生的一系列怪事 那就是在軍運會之前的一個月 9月18號 中共在武漢搞了一次病毒演練 說演練在這個航班上發現了病毒 而且病毒就叫新型冠狀病毒 中共已經有了名稱 然後說啟動了疾控中心 安保中心什麼警務等等系統 整個是進行應急響應 這個演練是跟這個軍運會 就是說在這個軍運會之前一個月 美國人還沒去 外國人還沒去 他就在演練了 那麼他怎麼知道這個事會發生 還有個奇怪的是 在之前7月份 青海省首府迎川也發生了同樣的演練 在之前大家眾所周知 就是3月份 加拿大的國家微生物實驗室被盜 兩起高級病毒被盜到中國 那麼後來7月份逮捕了偷盜者 就是中共的特工科學家 邱香果夫婦和他的學生 那麼邱香果夫婦在7月份被扣押 有些學生也被扣押 一直被加拿大扣押至今 那麼還有後來中國的這個瘟疫爆發之後 在美國發生一個事情 就是一個哈佛大學的教授被捕 被捕就是因為他向中共提供了 美國病毒研究的有關技術 而他得到中共的優厚的報酬 那麼所有這些事情加在一起就是 美國和加拿大研究病毒 是為了研究疫苗做防疫用 而中共為什麼要盜取這些病毒 盜取了之後幹什麼呢 實際上是在做生化武器的研製用 所以盜取了之後 就是在中國最高的病毒實驗室 武漢PC病毒實驗室 那麼這個病毒實驗室 背後就掩藏了一大一系列的東西 跟軍方 中共軍方合作的生化武器計畫 也就是說真正的這次源頭 是武漢病毒實驗室的洩漏 是生化武器的走漏 所以趙立堅把中方所作所為全部掐掉 單挑這個美國一個公開聽證會的一句話 來大作文章向美國質問 但是要說的是 當趙立堅在做這個質問的時候 這樣的公聽會永遠不可能在中國發生 到現在為止中國沒有一場公聽會 如果說你把在北京舉行一場公共聽證會 讓官員坐在台上 讓民意代表對他尖銳提問 讓世界各地的記者都坐在下面 觀察和提問 然後全國轉播 全世界的直播 看看是什麼場景 究竟是美國隱瞞了 是中國隱瞞了 只要看你的公開性透明度 就可以一目了然 這個趙立堅我要說的是 他在發這個推文 在對美國這樣指控的時候 事實上是一種戰爭指控 是對美國的宣戰 因為如果說他認為是美國 把病毒帶到了中國 引發了這場大瘟疫 那麼就是說美國對中國發動了深化戰 深化戰爭 那就是說中共應該還擊 那麼這是一個重大的事情 也就是說在宣戰了 如果說中共不收回這個話的話 那麼就隱含著中美攤牌 中美對決 必須把這個事情搞清楚 究竟誰是誰非 最終有可能就插槍走火走向一場全面對抗 乃至第三次世界大戰 好 謝謝普空先生 其實唐謙先生我也想問您一下 因為確實是這樣 就是在有關病毒來源的 所謂零號病人之上面 麥介對於中共有很多的疑問 但是中共從來沒有給過解釋 但是現在趙立堅他卻說 美國欠中國一個解釋 不管他這個有沒有根據 但是在外交層面 他發出這樣一個指控 其實是相當嚴重的 所以今天美國國務院 就召見了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 您覺得他為什麼 要在沒有什麼根據的情況下 扔出這麼一個指控 到底中共方面想做什麼呢 我覺得有兩方面 首先第一個就是說 上次我們其實有談到過 就是中共在對美國發起一種 系統的一個文宣的這種攻勢 輿論的這種 其實就是一場信息戰 它不是分了三個層面嗎 首先是通過民間輿論的造勢 然後是由這個中南山這種專家 出來這個引導 那麼最高的層面 就是到政府官員出面來定調 那麼有這個習近平啊 包括這個趙立堅 那麼趙立堅這一次 我覺得其實是帶有一個標誌性的 就是他標誌著 現在整個這場這個信息戰 已經是由中共政府層面的人 出面來唱主角了 因為我為什麼說他趙立堅 這個是一個標誌呢 因為趙立堅他不是一般的媒體人 他是中共外交部的發言人 所以他尤其是在很正式的情況下 他說出來這樣的話 他不是代表他的個人行為 而且中英文兩個語言 對 他發了兩次 英文和中文分別發了一次 這是一種很正式的一個行為 所以這個不代表他的 我沒有把它看成是他的個人行為 個人見解 因為他這很可能是代表著 中共的政府行為 其實我們看見 剛剛你提到的說 美國政府已經就馬上召見了 中共的這個駐美國的大使 這個崔天凱 就說明美國政府也是把趙立堅的 這篇推文是視為一個政府行為 所以提出了非常嚴厲的抗議 那麼他的這個行為 是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他標誌著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標誌著中共這場這個信息戰 這個文宣戰已經在從這個 防守轉為進攻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知道中共最開始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種本能的為了自保 就是由於這個瘟疫一下子失控了 不但是在國內蔓延 甚至已經蔓延到國際上面去了 那麼這個重大的問責 這個問題這個責任 該由誰來背 他們他是本能的一種想要自保 就推卸責任 反正就是我們攪渾水 就說這個病毒的來源 像鍾南山說的 它不一定是發源於這個中國 是吧 那麼現在這個說法已經就更近了一層 是明確說這個病毒就來自於美國了 已經變成這樣了 所以呢 其實這個是一種從防守到進攻的一個轉變 什麼意思就是說中共已經從被動的 為了自保的單純的推卸責任 它其實已經把它變成了 針對美國發動了一場 主動的一場進攻的信息戰 它進攻什麼呢 它就是要借把這種嫁禍的行為 來打擊美國的國家形象 打擊美國這個世界領頭 一樣的這樣的一個地位 同時呢發動這樣的信息戰 你看它是全方位的 這個全國的這個輿論都調動起來的 那麼它的目的是要讓美國現在這種 防疫這個問題上面陷入一種混亂狀態 我覺得它其實是有這個動機在裡面的 通過打這種信息戰 把美國的這個防疫這個工作 全部給你搞亂 讓美國處於一種混亂狀態 其實是削弱美國 那麼這樣的話 中共它很可能就有這個 這樣的一個機會 可以駁上位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看見它正好是正反兩面 它都在做 一面拼命的嫁禍美國 削弱美國 搞亂美國 另一方面呢 然後又不斷的發出一個聲音 就是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中國模式的這個防疫 是非常成功的 現在我們要把這個先進的經驗 要輸出到其他的國家去 所以你看它現在就開始派遣好幾個醫療隊 是吧 我看見至少已經派了四個醫療隊了 到四個國家 意大利 還有什麼 意大利 巴基斯坦 還有就是兩伊 伊朗和伊拉克 總共至少是有這四個醫療隊 我們可以得到正式的已經出去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見它是正反兩面同事都在做的 所以就是說我們可以界定一個 中共現在就是以趙立堅這篇推文為標誌的 這一系列的行為 它其實已經是一個國家戰略行為 它不是一個單純的這種口水戰 它是一個國家的有目的的 有計劃的 分層次有序的進行的一個國家戰略行為 目的就是要搶奪這個它所謂領導世界的話語權 對我是這麼看 所以您覺得中共在這個元氣大聲還沒有恢復的時候 就已經在考慮到我要借這個疫情來佔據主導地位在國際上 對 因為它這裡面 我為什麼說它是處境機率的一個國家戰略行動呢 它有一個非常明顯的轉變 我們記得在2月8號的時候 還曾經大陸的媒體廣泛報導了一條消息 是內蒙古的一個男子 他就是因為在網上去發布了一條這個消息 說這個武漢病毒是美國研製的生化武器 結果這個男子馬上就被拘留了 對 沒錯 馬上就被拘留了 然後還罰了款 然後就很多的媒體都報導 就是你可以看出在那個時候 其實中共官方的對這個問題的態度 它還是非常謹慎 它知道這種話不能隨便亂說的 但是為什麼僅僅才一個月之後 現在才三月上旬嘛 就一下子完全反了過來 是由官方 由官員正式地出現 就說這個就是美國帶來的 而且趙立堅這篇推文 他就像剛才提到的嘛 他說這是美軍帶到這個武漢去的 其實這個裡面有一個非常惡毒的暗示 就是暗示這個病毒就是屬於軍方的 美國軍方的生化武器嘛 它其實是暗含了這麼一個東西在裡面 所以它為什麼會發生 再短短一個月之內 發生這麼一個180度的一個力轉一個轉彎 我覺得它這個背後其實就是 由政府力量在推動的 其實是一個整體的一個計劃 不只是一個外宣的問題 那破空先生也就您剛才所說的 以及唐靖遠先生分析 您也說這個相當於他在發起戰爭 而美國的這個政界和媒體都注意到了 有政界人物他也說 其實就張家敦說的 他說這個趙立堅這個行為實際上 他就是在指責美國在發動戰爭 那您覺得為什麼中共要這麼做呢 首先趙立堅提罪向美國發的連珠炮這些提問 恰恰是世界向中國政府發的 你的0號病例在哪裡 感染了多少人 醫院叫什麼名字 你要透明 你要公布確切的數字 你欠世界一個解釋 因為中共每天所發布的確診病例和死亡數字 都是虛假的 全世界都知道 那麼他跟世界衛生組織合謀 中共耽誤了中國人民兩個月時間 後來跟世界衛生組織合謀又耽誤了世界兩個月時間 加起來四個月時間 以至於數十國家淪陷 另外趙立堅這次在說這個話的時候 是中共行為的三次升級 第一階段是用社交媒體微信微博的方式散布陰謀論 說美國的戲劇戰美國的生化武器帶來的 這是王惠寧主導的宣傳系統 大外宣的拐彎抹角的一部分 那麼第二個階段就是由御用專家院士鍾南山出來說話 說這個疫情發生在中國 但是源頭不一定在中國 這第二階段 那麼第三階段就上升到了外交部犯人 一個官方人物來說話 這是中共的升級 這個升級就表示 中共這個是整體的官方的一個策略 改寫歷史 我們知道中共在歷史上多次改寫歷史 最嚴重的就是抗戰爭八年的歷史 是國軍抗日 共軍不抗日 國軍欲血抗戰 而共軍跟日軍勾結 跟汪精衛跟普尼政權勾結 共同顛覆國民政府 但是居然在後來中共竊取了政權之後 在它所有的教科書 所有的文章中寫成是 國軍不抗日 中共抗日 中共成了主力 甚至前幾年 什麼叫做九三大外兵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的閱兵上 都是共軍的方隊 什麼新式軍 八路軍 什麼聯軍 什麼東北聯軍 完全沒有浴血抗戰的國軍 連一個方隊都沒有出現 他就認為他完全可以扭曲歷史 而扭曲歷史 這個改寫歷史的對象是誰 是針對中國人民 讓中國人民一代又一代的成長起來 以為那就是抗戰史 後來很多人 年輕的人 到讀到了其他資料 台灣的美國的世界資料 才知道抗戰戰的歷史被中共完全扭曲 同樣後來關於這個大饑荒 文革 大躍進 六四大屠殺都是扭曲 那麼最近的扭曲就是香港大抗爭 他們可以在媒體上集體的 把香港的抗爭者說成是暴徒暴力恐怖分子 而把這個人神共憤的什麼黑警 這個惡警說成是所謂的他們所說的英雄人物 整個想顛覆香港的故事 但是世界媒體記錄了香港真實的故事 那麼現在又來了 就是這場大瘟疫 中國爆發的大瘟疫 由中國發出的大瘟疫 由於生化武器走漏 或者是人工病毒的走漏 極可能導致了這場大瘟疫 然後禍害世界 然後中共當地不僅要掩蓋這個真相 那面對國內洶湧澎湃的民意 剛才我們舉到了一些像網民的捷律賽 壓倒了中宣部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共要編造別的故事 它的對象 宣傳對象 還是針對中國國內民眾 其實胡錫進今天的一句話泄露了天機 他在針對趙立堅這個推文他說的話 他說外交上的一些做法 不一定跟國內的民意反應能夠對應 按照外交上的做法 以維護國家利益的靈活性 就是政權利益的文化性 但是國內是另外一回事情 就國內不堅持這麼回事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想中共是鋌而走險 因為它知道美國還可以甩鍋 是個民主國家 它知道這個像俄羅斯甩 甩不起 像北朝鮮甩不起 要像北朝鮮俄羅斯這樣甩鍋的話 恐怕早就持上原子彈了 它覺得美國都是後髮制人 不至於要對它動武 所以它冒了一個風險在演這齣戲 所以當然這個風險是非常危險的 有可能導致 因為歷史上很多事情都是 由這個開始的這個口角發展到這個 互相要調查 最後要求證 最後可能引發戰爭 那麼當然也可以說簡短一句話 是不是中共政權認為自己已經面臨滅力之災 在民意的海嘯下 所以覺得要完蛋了 就跟全世界同歸於盡吧 那就在完蛋之前來個中美戰爭 大家用生物大戰 生物武器大戰或者核大戰 來讓整個世界同歸於盡 這可能是中共的滅日 末日計畫或者是沉船計畫 也是還有一種危機的體現 好 謝謝布弘先生 我想簡單補充點就是剛才這個 我覺得陳先生提到一個非常關鍵的概念 就是說中共它其實為什麼敢於發起這場信息戰 它的一個最主要的目的 剛才我們說到其實它一方面是為了推卸責任 為了自保保它的政權 那麼另一方面就是說它要搞亂美國 其實它是因為看準的一點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都知道美國其實是沒有 民主社會都是沒有中宣部的 沒有宣傳部的 美國的這個媒體它都處在一種比較自由的狀態 它跟中共這種動用國家力量的 從上到下各個層面的 這麼巨大的這種輿論宣傳的工具 它其實嚴格說是沒法對抗的 事實上我們看見一個客觀的現象也是這樣的 就是美國的媒體到目前為止 對中共這次信息戰的反應 其實無論是數量還是深度各方面 這個都是沒法比的 所以它其實帶來一個問題 我覺得中共它有這麼一個非常突出的目的 就是什麼呢 它在使用 我們知道中共過去一貫在國內的時候打信息戰 它其實也都是這麼針對這些要迫害這些維權人士 或者迫害它要迫害的對象的時候也是這樣的 就是它先給你扣上一個 裸直一個天大的罪名 先給你污名化 對 給你污名化 然後要你自己去自證清白 沒錯 然後它還給你製造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所謂的證據 全部來指向你 目的是什麼呢 就像現在它在針對美國一樣 最後它的目的是要讓美國自己去自顧不暇 它就只顧著去為自己去不停的做各種各樣的澄清和辯解 它就再也沒有經歷來干預 中共要比如說它在國際上 或者它在國內上 它要做一些什麼其他這樣的事情 侵犯人權的事情等等 那麼它就沒有這樣的一個經歷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中共它打信心戰的一個常用的手法吧 這麼說 但是我們看到它好像並沒有讓美國自顧不暇 因為現在就像你所說的 美國的媒體並沒有做出太多的回應 而今天川普總統在這個新發布會上 有記者專門提到了這個問題 那麼川普總統的回答 他是說 我看了那篇文章不知道它指的是哪篇文章 然後他說 我知道習主席不是這個意思 然後他又說了一句很關鍵的話 他說他們知道這個病毒是從哪裡來的 我們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從哪裡來的 您覺得就是迄今為止 美國在這個應對中共信息戰這方面做得足夠嗎 我覺得他們其實是 從政府的層面來說 我覺得應該是前所未有的 就是在美國的第一次 就是在美國的第一次 比較重視的 我們知道過去其實中共有過很多次了 就是把這種架禍美國 就是搞這個反美宣傳嘛 美國其實長期以來已經都有點習以為常 覺得就是把它當成是一種一般的口水戰了 但是這一次我覺得美國是有所不同的 尤其是川普也代表了美國政府 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 他們可能真的意識到了 中共這次是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一次行動 因為我們看到中共現在這種宣傳 這種抹黑已經是達到了一種針對 剛才這個陳先生提到一個非常重要概念 我非常贊同 它是一種戰爭行為 為什麼呢 我舉個例子 就是我們知道中共那個不是有個國防大學嗎 這個國防大學有個教授叫做梁芳的 他公然這個他還不是一般人 他有身份的是一個國防大學的教授 他就公然在這個微博上面發了一條微博說 這個憑空的憑造了一篇這個華盛頓郵報的一篇報導 說這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這篇報導裡面 公開的承認這個武漢病毒是美國的生化武器 他就居然達到這樣的一個公開 就睜著眼睛說瞎話的 然後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我們看見的大陸的這個網絡 在普遍的都在傳一條消息說這個川普總統 已經就是於某年某月某日甚至幾點幾分被驗證 就是證實他這個武漢病毒這個測試是陽性 結果其實後來我們一查發現他是把那個幾年以前 是2016年的這個新聞週刊的一篇這個報導 提到這個川普裡面的報導 他拿來做了一個假翻譯 就是利用大多數的老百姓 因為他這個英文不太好嘛看不懂嘛 所以呢來偽造這麼一個信息 正如上次他們把CNN的一個報導 那個英文都在下面呢 就可以明明白白的 人家說是美國發現第一列不明來源的這個 社區感染的病例 那他就翻證說美國承認這個什麼病原來自 對他就說美國承認最初的這個病例是來自於美國 來自於美國 就這種手法其實是很相似的 所以我什麼意思呢 我就覺得他們其實所有這些這種行為 他其實表現出來是一種完全針對敵國的行為 因為只有在戰爭狀態下 你對你的敵國才會出現這樣大面積的 舉國動員的 對對方的國家民族 包括他的政府守到一種全面的抹黑 他不是已經一般意義上的這種口水戰了 他真的是一種戰爭行為 那鳳鴻先生您覺得美國會怎麼回應呢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其實很多政界的人物 包括金里奇啊 張家敦啊 包括白幫瑞這些很重量級的政界人物 都注意到了趙立堅的這樣的一個推文 他其實代表中共信息戰的一種升級 您覺得他們會怎麼回應呢下一步 除了美國的議員 政界人士和評論人士做了強有力的回應之外 最重要的是美國國務院召見了中國大使崔天凱 那麼這個召見的內容 這個全文在各方報導不齊 那麼究竟崔天凱說了什麼 美國這位助理國務卿說了什麼不全 但是其中有一個報導顯示 這個助理國務卿說了最後一句話 說如果向中方提出了抗議 如果說不收回這樣的話 這樣子毫無根據的指控的話 就意味著中美有可能讓中美關係最後決裂 如果這句話屬實的話 那就證明即便中美不開戰 也可能中美會走向進一步的脫鉤甚至於決裂 我想這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好事情 那就是說這個通過貿易戰科技戰 最後還有這個金融戰 以至於現在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中共起初甩鍋 真正導致美中這個脫鉤成為營內分明的兩大陣營 民主就是民主專制就是專制 自由世界跟集權的這個對壘 是新戰或者是新的冷戰或者是將來的熱戰 如果是這個狀況的話 對於中國人民來說 對於世界人民來說 位上不是福氣 因為大家都可以看穿或者是界定誰是真正的敵人 那是北京政權 那您剛才說這個中共這個信息戰的升級 在某方面其實也是主要是為了針對中國國內的民眾 所以他要改寫歷史 就像他過去做過那樣 那您覺得這一次他有沒有可能又一次在中國民眾方面改寫歷史 讓民眾認為歷史是像他所說的呢 不能排除在這個網絡上或者互聯網上這個社交媒體上看到一些被洗腦的人 的確是發出這些反美的浪潮 反美的叫囂 但是我們看到這幾次輿論風暴 巨大的輿論風暴 都是衝著中國政府而去的 衝著中共當局而去的 這就說明中共當局已經知道面臨這個洶湧而來的這個輿情風暴 人民是要讓他們問責問真相 為他們隱瞞的這個情況 甚至於有可能為死去的親人討說法 說中共這個時候急了病急亂投一 不顧一切了來了超限戰 這個超限就包括向美國甩鍋 有可能中共一邊在公開場合向美國甩鍋 私底下又向美國做解釋 這些都有可能 因為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和華春瑩的另外一些話又不同意 又似乎不同 耿爽說這個要科學和專家去定論 包括國際社會美國這裡不同的看法 意思彷彿又沒有下這個結論 那麼就中共可能通過兩手對美國表面上示牆暗地裡示弱 最終是想欺騙中國人民 但是現在明治已開 中國人民不是那麼好騙的 好的 還有30秒 唐靖先生很補充 有什麼補充嗎 對 我也覺得就是他這種 這個所謂的想要改寫歷史這個做法 我覺得注定是不會成功的 尤其是我們都知道你要洗腦 要想改寫歷史 那麼你在一種封閉的情況下 在中國他有這個長城防火牆 是吧 在這種情況下他其實都是很難做到的 更何況在國際社會他是完全是透明的 所以他注定要失敗 是 而且全球在關注中國的情況 好的 那非常感謝今天二位的精彩點評 我們節目時間很快又到了 我們也感謝觀眾朋友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